梦 变直前走 穿过时光沙楼 奔向下个路口 阳光逗留 每一天在微笑等邂逅 手 牵起就走 经过每个街头 唱幸福节奏 要 勇敢接受 没有时间回头 浪漫会出现 温暖在眼前 奇迹会实现 我记得每一天 有梦醉每一天 朋友家人就在身边 原来都是你是你 一直都在 天忆 你要回去吗 面对死亡 难免不受作无措 我就是希望 孩子们不要再有 这样的感觉了 可是 他们早晚会知道的呀 那就等我走了之后 让他们伤心难过 我一下子吧 悲伤啊 越短越好 你这次做得特别对 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 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 正常情况 不是应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 然后跑出来到处找我的吗 看来她是真的生气了 那她不会真的跟我断绝关系吗 怕什么 不是还有我吗 我依然拿着爱情的号码牌 在这排队呢 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老板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我觉得 该忘记的事情 就别一直放在心上 彻底忘掉才能重新开始 老板 如果你还要继续坐在这儿的话 我可能只能坐对面了吧 别 这样醒了吗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感触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论我是恋人 朋友 还是小狗 我都想跟我心爱的人待在一起 所以让我待在你身边 拿了五分钟以后 好了 你离我远一点 我靠你一下 我靠你一下又怎么了 啊 每当情绪在陷落的时刻 惊醒梦里总看到你来了 所以我才会笑得那么的快乐 害怕醒来时可笑的人是我 天心跟你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没别的了啊 这一点麻烦你记清楚一点啊 天心相亲的事情 你就别再干涉了好吧 您慢走 王伯伯 吃早饭了 嫂子 快点起床吧 下楼吃早饭 烦死了 小楼 人呢 你昨晚去哪儿了 不用你管 你 你什么你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你还知道担心我 那你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呀 我给你打电话 你昨天晚上劈死劈活地 要去见一个别的男人 你让我给你打电话 你当我是什么 那今天早就吵架啊 没有 没有 今天都得东东起床 今天是太早哦 平常在家都是九点上起床的 你就追足吧 平常这个时间我都要去上班了 亦亦姐 辛苦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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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 哥 吃饭了 吃早饭 这是我刚包的鲜肉小馄饨 很好吃的 大家尝尝啊 趁热吃 自己付过前的早餐好吃吧 当然好吃 而且一定要全部都吃光 这样才划算 对不对 我早就想好了 我要吃两碗 这可爸爸不另外收费 国里有 哥 你家人吃饭 开心吗 开心 当然开心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姑娘长大了 长大了就自己不回家了吗 小雪只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吃得好好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家不像个家样 吃什么吃呀 老公啊 老公 早 你好 请问您是王总吗 不是 我有些事想跟你聊聊 方便吗 是 关于傅小龙的餐厅 我说一大早好好的 你干吗莫名其妙拍桌子 把气氛搞得这么糟呀你 我问你 小雪为什么还不回家住啊 你前两天跟我说 也要劝她回家住 怎么现在不吭声了 出什么事了 如果你女儿 知道她妈妈上学的时候 是问题学生 而且男朋友多得数不清 她会怎么看你 你说话呀 小雪都那么大了 听一话都不听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小雪在婆家住 这女婿在咱们家住 这像话吗 你又不上班 这点事就管不好 你是不是跟年齐了 怎么比人小时候 发那么大脾气 小雪现在是回婆家住 她又不是搞失踪 你脑子有病啊你 谁有病啊 你还说我更年轻 这是老婆跟老公说话吗 我看你越来越粗粗 我已经很有修养了 你去看看别人老婆 是怎么对自己老公的呀 别人这女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老婆 要真是 那小雪 公司已经决定了要投资这个餐厅了 所以你让我很为难啊 对不起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 总之啊 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的事情 与你无关 不过我倒是觉得很意外 堂堂一个建工集团的总经理 竟然对一个小小的餐厅 这么坚持 不过王总这么聪明 我相信你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不打扰你了 我等你答案 希望您能多关心您的儿子 我送您 你就不用送了 慢走 好的 我一会儿整理好的发邮件给你 知道了 看见那个女士了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谁啊 咱们去的那个餐厅 傅晓龙的妈妈 她来找你干吗 她让我放弃托刀她儿子的餐厅 那所以你决定了吗 再说吧 昨天你爸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说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那你的相亲还要继续去吗 是啊 这是我跟我爸说定的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末我们要出差 去杭州 这是公司的决定 什么 周六要出差呀 嗯 黄总说要去出差 那相亲就改成周日 周日得去南汇的工厂调研啊 还要召开一次员工大会 哦 好的 周日公司还有安排 从现在开始三个月内 请你务必把周末的时间都空出来 工资我按三个一根 不许请假 我说合着她是要跟我对着干的 向我开炮是吧 爸 不是的 那王总 他本来负责的事情就很多 现在又是年底了 那当然工作量会很大了 那行 那相亲就改成今天晚上 要是还不行的话 那么天心 你就会拿到第一个警告 第一个警告之后 咱们就法院见咯 爸 王总 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搞大呢 那个相亲 我每周只要去一次 一次两个小时 我每次暗时出现就好了 不行 我不可能让你去相亲去 今天晚上也不是去啊 加倍 如果我一直不去的话 和解就不能生效 和解不生效 我就要每天早上去法院调解 会影响我的工作的 我知道你也为难 但是我 王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好的 那这样 你把地址给我 我去看看 王总 我保证 不影响你跟你父亲之间的这个约定 但是我起码要知道 你跟什么样的男人约会吧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今天你哪儿也别走了 咱就加班 好吧 我陪你 咱慢慢加 那个人刚死老婆呀 是啊 老孙老婆走了以后 好一段时间不跳舞了 后来听说 跟奶茶店的高阿姨走近了以后啊 这又开始跳舞了呢 你说那个老孙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会不会是生活费 没有 他俩该不会是那种关系吧 这我都没听客人说起过 要不我给您问问 你知道小心 马上通知您 好啊 越快越好 但是啊 你一定要记得 记得记得 低调低调 再低调 您放心吧 我们都惹不起那个阿姨 惹不起 是吗 怎么又是你 第二次相亲 还是方伯父安排的 你到底想搞什么 不是 我没有想搞什么 伯父安排让我来 我就来 就这么简单 谁信这些鬼话 为什么不信呢 你知道我不会撒谎的 伯父 这吓人劲 你这么晚 你还来干什么 沈宇航给天心造成的 那么大的伤害 您都忘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了 你又去干涉人家相亲了 我 我就不明白 伯父 我到底哪儿让您不喜欢了 您能不能告诉我 我哪儿让您不喜欢了 就是不喜欢 没有原因 可是我单身啊 沈宇航离过婚 他狠狠地伤害过他 你还有这种分别性呢 那离过婚的人可能更在乎我们家天心呢 您不会真的要让他当你女婿吧 我跟那个人交往过一段时间呢 我算了解他的 起码他是一个直率的人 关键是他对我们家天心一往情深 现在就看天心他自个儿了 一往情深 他能有我一往情深 我真不明白 您怎么能舍得把自己的女孩 一下子就退给狠狠地伤害过他的男人呢 你这是在教训我 那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们家天心呢 是的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 我跟他谈过之后 我就一直在为他担心 我在想着怎么样能够解决你们的诉讼 如果您收回相亲的事情 天心一定会开心的 只要他开心 您怎么讨厌我 我都认 我该说的话要说 该做的事情要做 这就是我为天心做的 但是现在只有两条路嘛 要不就是我跟我女儿 继续打官司 要不就是他继续相亲嘛 那你要真喜欢他 担心他 你就选一条路嘛 我为什么要跟你在这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这两个小时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我很珍惜 时间过得真快 天心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伯父为什么跟你们约定的期限是三个月 你会告诉我吗 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能给你一点提示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三个月 很有可能是伯父跟你们三姐弟度过的最后时光 我没有办法再说得详细了 如果我再说的话 会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 果然 我爸 要跟帅姨重组家庭了 你不是相亲去了吗 你怎么 对方又愁又没品 集合了我讨厌的所有确定的男人 我 所以两个小时不到 我就出来了 一秒钟都不想等待 你中奖了 怎么跑我这了 我实在是太郁闷了 我又不想回家又没地方去 想喝酒 蔡秘书他们都有约会 你有空吗 请进 你们回来了 爸 爸 正晚了还没睡呢 怎么样啊 新菜单比赛的事情怎么样啊 王伯伯 小龙他在很努力的准备呢 真的 那当然了 我正在好好努力呢 我还要拿第一呢 当然了 别忘了你还要交钱给我 我知道爸 你干嘛老 记得早点起床 别睡过头喽 为什么要早点起床啊 你跟黄伯伯有什么小秘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一会儿他红了啊 我想不明白 我爸已经一把年纪了 你说他干嘛非要找你们结婚呢 不对 你跟我怎么说的 当时我爹要跟星星一般结婚的时候 你假笑着跟我说 王总 做人呢 要大肚一点 心要宽广一点 想得开一点 要成为一个男人 对吗 那你直接就跟他说 你直接说 我祝福你 爸 我祝福你 这才是你的做事风格 你是不是傻啊 你爸那是董事长 董事长要结婚 我能不祝福吗 但是现在我说的是我爸爸 那个女的 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 认识那么多年 她以前那么不准要结婚呢 她现在说 你想一想 这奇不奇怪 她到底为什么要接近我爸 她有什么目的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房秘书 你在我爹旁边十一年 混得这么好啊 你上层建筑走得好 所以说我爹是领导 你就可以可以放动 真好看 你说 基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结婚了 我们也不要结婚好不好 不行 我还真跟你说过 就是因为有你 我还真想试试 那就 只剩下我一个人不结婚了 为什么都不结婚 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有个毛病 我特敏感你知道吗 我睡觉浅 旁边要有人躺在一张床上 跟我在一块 我就因为睡不着觉 真的 我也是 真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 我完全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 在一起睡觉 不好意思 给你饭 我一直灭在那儿 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点多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你有这个心 你就肯定做得成 知道了 快去吧 加油 放心吧 为了这么好的面条 我可不能浪费了 欢迎听 天心 你怎么还不回来 有点赞 声音ata 声音ata 声音a SAP 梦变之前走 穿过时光山楼 奔向下个路口 阳光逗留 每一天在微笑等邂逅 手牵起就走 经过每个街头 唱幸福节奏 要勇敢接受 没有时间回头 浪漫会出现 温暖在眼前 奇迹会实现 我记得每一天 有梦最美一天 朋友他人就在身边 改变不了爱是爱 一直在某一天 当回忆再浮现 生活绚烂 多么谣言 原来都是你 是你 一直同在 我认为你 我我认为你 我都在他 非我 永远都在 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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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都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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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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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